串在一起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啦,當然我就是 再增加一個變數叫A好了 這個A變數自己取個名稱 然後呢,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用兩個方法 一個是Input Box 就是前面不要加Application 如果用Input Box的話 後面也就不會有Type范號等於1 不過用這個方法輸入的話有一個缺點 缺點的話就是說怎麼樣呢 我先把它清除掉 好,清楚 留下這個第一天 那假設我今天要一個年曆 等於是說自動全部完成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我就讓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如果用Input Box 你會發現,這個是Input Box 那有什麼差別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假如它今天輸入的並不是 理論上應該是輸入像這樣的一個數字 可是如果它今天 輸入一個什麼呢 因為有些使用者 它就是看不懂,它可能就是自己 按照它自己覺得的方式輸入 比如它輸入成這樣子 當然呢,我們人看得懂 可是呢,Excel是看不懂的 而VPS是看不懂的 所以它會丟進去之後 甚至說壞掉了 就跑不動 所以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把它擋下來 那怎麼擋下來呢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這個地方是輸入這樣 它沒擋下來 如果沒擋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輸出會不會成功 第一個會成功 但是呢 每個月的第一天 你會發現 輸出之後的話 它就壞掉了 為什麼 因為它看不懂 E-Day有沒有 它看不懂這個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不是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 所以後面就跟著壞掉了 所以我就想一個方法 當然呢,方法很多 只是說最簡單的是哪一個 我就想到說 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就是用什麼 因為我剛好有一天 在逛書店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那個時候 應該是逛那個 現在已經關掉了 24小時那個成品 敦蘭成品 然後就隨意翻譯 裡面剛好有提到 就是怎麼樣呢 在Application裡面有一個Input Box 所以我就看 它其實這個不錯 所以我就把它記下來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指的就Excel Application 物件 就是指Excel 本身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什麼 Input Box Input Box 多一個參數 就是說 你在這個後面 逗點之後 它其中有一個參數 是叫什麼 Type OK 那這個Type 所以如果你要傳參數 給這個Type 你就打一個Type 那小寫沒關係 我前面講過 它移開會自動變大寫 冒號等於 那這個冒號等於 意思就是說 我要傳遞什麼 傳參數給這個Type 什麼參數呢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是數字的話 就1就對了 如果文字的話 就是2 那移開 它自動手字變大寫 OK 那如果是這樣 那剛剛的問題應該就不存在了 你一定要打什麼 如果你打剛剛那個 什麼2022好了 那這樣的話 它其實就會出現這個 不正確的數字 不過其實 好像也不是很OK啦 沒有很完美 但是至少怎麼樣 擋下來了 這個有點防呆機制 也就是說 你今天系統 你還是要想到說 可能會不會有一些Bug OK 那就2022好了 按確定 他就知道怎麼樣 幫我把2022先放在哪裡 放在A裡面 那可是我要輸出 是一個標準的日期 日期記得 反正在Excel裡面 一定是西元年 所以喔 即便是你看到 是這個民國年 那也是格式造成的 再來的話 VBA怎麼樣 讓它可以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 請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用文字 就是串接完之後 丟進去 它會自動 把它變成標準的日期格式 所以喔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 2022有沒有 後面加上一串的文字 丟到這個Range A2 就這個儲存格 那你會發現喔 丟過來之後喔 你如果按右鍵 把它格式化 你會發現喔 它基本上 我把它格式化成日期喔 你會發現它就是標準日期格式 也就是在VBA裡面 你處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當文字 丟進來之後 它就自動變成日期了 OK 所以這個概念大概有 其實以後處理就比較簡單了 那把它丟過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每個月第一天 所以我們用Call 每個月第一天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讓它 保執行好了 每個月第一天出 然後再來就是每個月的其他天 有沒有 然後最後就格式化 所以我分別用Call的方法 這樣就OK了 所以 一整個年曆就完成了 然後呢 那可是清除怎麼清除 那其實清除喔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把它裡面的資料全部清空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先執行第二行的話 那它變成說 它就沒有第一天的日期 所以我就想一個方法 那我乾脆喔 先把什麼 把那個A2裡面的資料呢 先存在A裡面 所以這個裡面的話 就是2022的1月1號 然後我把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再把這個A有沒有 再丟回去A2裡面去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先放在A嘛 然後再把A丟回去 所以你會發現 一個是存在A 一個再把A丟回到A2 有沒有 這個日期又恢復了 那最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寫成這樣子 是清除資料 等於空的 或者點clear contents 是清除資料 但是如果你要把裡面的格式 去除掉的話 那記得喔 一定要用什麼 用這個 就是清掉裡面的字的顏色 變成黑色 底色恢復的沒有 這樣才OK 所以喔 那個 資料跟格式要分開看喔 OK 不然的話會出錯 那最後當然就這樣OK啦 所以今天喔 又延伸多講一個 那最後 其實就是你們 也許自己再增加兩個按鈕吧 一個是 輸入清除嘛 然後一個是什麼 把比如說要2023的 然後按確定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每個月第一天輸出 然後其他天 然後格式化 然後最後 你想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再插入空白列 可以啦 再call插入空白列 那我就一整個就OK了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按下這個 按下清除 按下清除的話 它就是把它先存起來 然後等到清除完之後再放回來 這樣就OK 這是讓我想出來的方法 所以提供了各位參考 剛剛講的程式嘛 雲端上面其實都有 各位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大概 今天的話也許就是 延伸上個禮拜的日期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請各位再看一下 數學函數裡面 也許我們再挑一題吧 再來的話呢 數學跟統計 其實用蠻多的 像是someif、countif 所以喔 也許請各位 待會再幫我開啟這個 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那稍微講一下 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首先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就是你要查的黑名單 這個是不是黑名單 那黑名單在哪裡 黑名單在這裡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比對好了 這個喔 請你幫我比對一下 這邊有沒有 OK 那總共當然不是只有比一個啦 Ctrl向下 總共有1000 等於-1 999個名單要比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之前 有同學問的問題 因為他每天都要比一大堆東西 那他以前怎麼比 他用Ctrl F 有沒有 尋找 每天都尋找999次嗎 其實還不止啦 其實跟各位講 查詢名單底下 Ctrl向下 有沒有 其實這邊底下還有啦 那為什麼我把它切開啦 因為他總共有5000多筆 他說老師 這是我每天的工作 我每天都要比哪些資料 是不是黑名單 那我後來跟他講說 你這個很簡單 你這個其實喔 只要你了解一個函數 叫Ctrl If就可以啦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會Ctrl If的話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什麼 統計類裡面的Ctrl If C開頭的 那其實很快就可以解決了 另外的話當然呢 其實他還有衍生的 Ctrl是算數量嘛 Ctrl A是算 Ctrl A是算數字啦 那Ctrl A是有沒有資料 反正不管是不是數字 文字也不知道 Ctrl Blank是不是空的 那Ctrl S的話是多條件 也就是Ctrl If是一個條件 如果你有多個條件 你就Ctrl If S 那其實啦 這個當然如果你會有Ctrl If的話 很快全部都比完了 那當然呢 那Ctrl If還不只是 只能比那個像簡單的範圍 大範圍都可以 所以多範圍 只要你要比喔 兩個範圍之間喔 有沒有新舊版本 像有新的資料跟舊的資料 有沒有常常都會問到說 老師我每天都這樣比好累 有沒有什麼方式 其實你用Ctrl If就好啦 兩邊比完 馬上就知道哪邊是新的 哪邊是舊的啦 OK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善用Ctrl If 那這裡可能還要再搭配一個啦 就是說 查完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再用所謂的資料裡面的篩選 把它你要留的資料留下來 然後就可以把最後結果 把它放到查詢結果 那就查完了 那第二個是說 一樣 我們了解剛剛的動作之後 看有沒有方法 可以快速把它變成VBA 不外乎錄製集吧 OK 不外乎再把它精簡一下 OK 那先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年曆 跟那個年曆清除 做個Ending 然後呢 並且開啟那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黑名單篩選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主要會利用那個統計類函數裡面的Count If 做不同範圍資料的比對 所以其實這個Con If 除了可以算那個 就是數量 什麼東西的數量之外 其實還可以做資料之間的比對 我覺得這個Con If 還非常的好用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好嗎